假如人的记忆只有七秒 同学们 今天的课呢就上到这里 回去呢把练习册做一下啊 啊 怎么这么多呀 对呀 这么多都写不完 你都不能少做这一点嘛 行了 别抱怨了 下课吧 哎 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忘了 哎 啊 这个作业好像没布置吧 你们把练习册做一下啊 啊 这么多 老师 你故事那么多 什么时候才能写完啊 写不了啊 太多了 行了 别抱怨了 下课吧啊 这么多练习册 你们回家做一下啊 啊 这也太多了吧 老师 这么多作业什么时候能写完啊 对呀 晚上都没时间玩了 我也想放圆之后去超市呢 行了 别抱怨了啊 下课 哎 我好像有什么事忘了吧 对了 练习册 买人两本啊 啊 也太多了吧 妈 我回来了 放圆了给你 是的 妈 咱们今天吃啥 你想吃啥呀 我想吃点素的 要不然吃咸菜吧 好 来 给你 吃吧 妈 刚做的咸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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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啊 给你 妈 刚做的咸菜 赶紧吃吧 好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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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还有什么 哈哈哈哈 刚做的咸菜 是吧 好咸 好咸啊 好咸 我是几班的呀 我不是六二班吧 你是不是呀 我也不记得了怎么办 这位同学你是六二班的吗 我也不记得了 我也不记得我是不是六二班的 你是不是六二班的 我好像也是六二班的 但是我忘了 但是我记得我们两个好像是同学 我看着你也有点点 我记得了 同学你是哪班的呀 我是六三班吧 六三班 这不是六三班 这是六二班 那我好想就是六二班 那可能我们三班是一班的 你们是这班的学生吗 我们也不太确定 我们就在努力想 老师我们是六二班的吗 那我看一下备忘录啊 土豆 你是叫土豆吗 我不知道 我今天刚给自己起的新名字 我叫马铃薯 那不是名字都忘了 小西 你是叫小西吗 我就啥我也不记得了 老师你叫我二女就好了 我刚给自己起的 你也不是我们班的学生 你这哒男吗 那女的三个都不是我们班的学生 那我们班是小西 去那边看高高啦 好